你的言語 在我上課 何等甘味 在我口中 秘密更甜 今天我們要看一段很短的聖經 就是四十二章 約伯記四十二章 第一節到六節 這段聖經其實就是 接觸前面 第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 當上帝和約伯對話完畢之後 約伯一個很重要的回應 就是他承認他自己不知道 並且他告訴我們 他親眼遇見到上帝 所以希望我們今天透過這段經文 我們都能夠親眼遇見我們的上帝 在開始讀經之先 我們同心的祈禱 親愛的天父上帝 是的 我們真的很想透過今天這段聖經 我們能夠好像有約伯那種的經歷 就是從前風吟游來 如今可以親眼見到你 求你藉著你的話語 來幫助我們見到你 遇見你 誰聽我們的祈禱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命 阿門 約伯記 第四十二章 約伯回答耶和話說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 你的計劃不能難阻 我 誰無知 使你的子已隱藏呢 因此我說的 我不明白 這些事 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聽我 我要說話 我問你 求你讓我知道 我從前風吟有你 現在親眼看見你 因此我撤回 在塵土和奴灰中懋悔 今天我們所看的 約伯記第四十二章 第一節到六節 短短的六節聖經裡 我們看到很重要的三點 第一點 他告訴我們 原來約伯承認 他說很多事太奇妙了 所以是我不知道的 我們不知道 會不會都可以 好像約伯一樣 我們有這樣的承認 就是很多事情太奇妙了 我們是不知道的 不過有一位知道 約伯知道 上帝知道所有的事情 這是第一樣 這段經文給我們 一個很重要的提示 另外一點 就是約伯在今天的第五節 他告訴我們 他說我從前風吟有你 如今我親眼見你 他經歷過和上帝的對話 由約伯記第三十八章 上帝開始和約伯說話 而約伯也都回應上帝所說的話 在這段對話之後 約伯有一個很有信心的宣告 就是說 從前我風吟有你 如今我親眼見你 原來我不單止聽聞過 並且親身經歷過 親眼見過神之後 那個結果是什麼呢 或者承認了自己的不足 自己的不知道之後 那個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因此我要撤回 在第六節所說 要在這個奴灰中 在塵土中 來奧灰 我相信 這個也是每一個 真是曾經見到上帝 是如此聖結 如此偉大的人 來到上帝的面前 一個很自然的宣告 就是我們要悔改 我們要撤回 我們要奧灰 這個是第三點 今天我們看到約伯 讓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真要在上帝的面前 承認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是不會完全的能夠了解 甚至我們沒有辦法能夠完全測透 上帝的心意 所以原來我們在上帝的面前 很多時候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了解 這個是錯誤的方向 反而我們更加要清楚地 去承認我們是有所不知的 以至我們才能夠完全信靠 這個知道一切 知道萬事 掌管一切 掌管萬事的主 有首詩哥說到 我知道誰掌管明天 原來當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更加要來到這個 知道一切的上帝面前 來投靠他 來信靠他 以致我們恢復做人的信心 當我們今天聽見約伯很清楚地說 我從前風雲游來 如今我親眼見你 這句說話 會不會都提醒我們這班 信靠上帝的人 我們要追求真是能夠親眼見到上帝 我們可以經歷上帝的同在 另外我們聽到他自己的聲音 這是我時常來追求的方向 每一天我們很簡單地祈禱 讀經 其實原來上帝真的可以透過這個簡單的祈禱 讀聖經 來幫助我們能夠聽到他的說話 甚至來經歷他 更加不可以輕忽我們所遭遇的每一件事 上帝也可能會透過我們所遭遇的事 甚至我們所遇見的人來跟我們說話 讓我們能夠遇見他 今天我們都看到若白話 我要在塵土和奴灰中來奧灰 這件事或者這句說話 讓我想起原來當尼希米 當尼希米或當尼希米 他們面對一些很難解決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願意來到上帝的面前 禁食討告 甚至披麻蒙灰 原來基督徒有一個很大的恩典 就是原來可以透過禁食祈禱 來向上帝支取更大的能力 當然回轉很重要 不過回轉的方式就是透過禁食討告 來向上帝支取更大的信心和力量 你願意嗎? 你願意來到上帝的面前 來禁食祈禱 支取更大的信心和力量嗎? 我希望你願意 今集背中的金句是 我從前風聞有你 現在親眼看見你 因此我撤回 再塵土和勞灰中勞灰 約八記四十二章五至六節